你們有沒有在高速公路看過 中油的那個危險氣體運 油罐車 那個叫油罐車 或者是危險氣體的那個裝運車 那麼在中國 他們這種車子 可以裝煤油 也可以裝實用油 邏輯是這樣子 你只要洗過就可以裝 可是洗一次要幾百塊的民幣 所以他們裝完煤油之後 然後去比如說A到B點下一下 下一下之後 煤油洗 就再裝實用油 哇 出師了 混油 以前只是喝地溝油而已 了不起是喝到髒髒的 現在喝沒有 點火會燃燒 放屁會帶火 出事了 結果這個新聞一出人心惶惶 你知道 每個人在放火屁 對 火房跟人噴火龍 他們現在整個交通工具 整個交通工具都全面革新 人體實驗 但是事情一出之後 他們第一時間滅火 尤其他們點名 哪些人這樣說 在那個行業 那個載油灌車的那個行業 變成通力 就大家的收拔說 欸 我跟你說車不要洗 先過來 爆死了 我也不要洗 結果這樣傳一傳之後 司機界傳一傳 居然連國企有一間叫中儲良 對 他們這是算他們的國家企業 中儲良司機也這麼做 欸 你說私人的企業 這樣子搞 我們也就 反正我們就譴責一家公司 哇 共產黨開的公司也這樣子搞 這樣子如何取信於人民 所以人心惶惶 結果這些公司做的事情 不是全面徹查 要求禁止 你知道他們怎麼做嗎 怎麼做 他們在那個油罐車上面貼 這不是油罐車 這是供水車 他就貼 這個裡面裝的是水不是油 這第一個 這假的話好笑 第二個 他們的公司幹部出來怎麼樣 開直播合友 my company's油 是沒有問題 然後就拿起來喝 欸 真的 取信於人民 來 這個3Q休息很久 而且剛剛開始在那邊給我聊天 毫不尊重主持人 像話嗎 藐視節目 對 藐視節目 這個退你通告 不要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中國的食安問題 結合年放歌到我這邊 因為這一段很有名 我們就很流行 我們也跟著跳一下 這個叫做 你又要跳什麼 沒有啦 沒有跳 在台海和平上面 再一次 在台海和平上面 在食品安全上面 在經濟問題上面 他跟全世界唱反調 中國又出事了 中國出了什麼事 這個報紙叫做心驚報 他還有一個姐妹報叫膽跳 兩個叫心驚膽跳 心驚報咧 他今天報了一件事情 他說啊 他說啊 中國食用有混運啊 然後他們開告啊幹嘛的 我先講一下 因為我讀完那個報導裡面 真的心驚膽跳 我發現有點難 就你讀完你也不知道在講什麼 所以我做了一些整理 原則上是這樣 他們那個 你們有沒有在高速公路看過 中油的那個危險氣體運 油啊 那個叫油罐車 或者是危險氣體的那個裝運車 那麼在中國呢 他們這種車子啊 可以裝煤油 也可以裝食用油 邏輯是這樣子 你只要洗過就可以裝 可是洗一次要幾百塊人民幣 所以呢 他們裝完煤油之後 然後去比如說A到B點下一下 下一下之後呢 沒有洗就再裝食用油 哇 出事了啊 火油 以前只是喝地溝油而已啊 了不起是喝到髒髒的 現在喝沒有 點火會燃燒啊 放屁會帶火啊 出事了啊 結果咧 這個新聞一出人心惶惶 你知道 每個人在放火屁 對... 一直有放個人噴火龍 他們現在整個交通工具 整個交通工具都全面革新人體實驗 但是事情一出之後啊 哇 他們第一時間滅火 尤其他們點名啊 哪些人這樣做 因為在那個行業 那個載油罐車的那個行業 變成通力 就大家的收拔說 欸 我跟你說車不要洗 辛苦了 喔 爆死了 我也不要洗 結果這樣傳一傳之後 司機界傳一傳 居然連國企啊 有一間叫中儲良 對... 這是算他們的國家企業 中儲良司機也這麼做 欸 你說私人的企業 這樣子搞 我們也就... 反正我們就譴責一家公司 哇 共產黨開的公司也這樣子搞 這樣子如何取信於人民啊 所以人心惶惶啊 結果這些公司做的事情 不是全面徹查 要求禁止 你知道他們怎麼做嗎 怎麼做 他們在那個油罐車上面貼 這不是油罐車 這是供水車 他就貼... 這個裡面裝的是水不是油 這第一個 這假的話好笑啦 第二個 他們的公司幹部出來怎麼樣 開直播合友 我的公司是油 是沒有問題 然後就拿起來喝 嘿 真的 取信於人民 但是啊 好辛苦喔 大家喝完之後不... 然後噴個火 那不是很尷尬嗎 沒有 噴火又表示沒有 他喝就表示沒有沒有嘛 喝一喝還可以順便直播帶貨 這樣老鐵們走起啊 3 2 1 好 太開心了吧 好 其實講這個嚴肅一點 講這個我們會想到什麼 想到2010年開始 中國爆發的地溝油事件 甚至在2014年的時候 台灣有這個相關產業 也發生類似的事情 導致當年的台北市長選舉的時候 跟他們關係比較好的 顏慎文 甚至有因為食安問題 影響到他的選票 那另外一方面呢 在2014之後 過幾年啊 香港也開始大量的出現什麼 中國的雙非家庭進去 開始跟香港搶資源 搶什麼 搶醫院 搶孕婦 不是搶孕婦啦 搶孕婦的病床啦 搶婦婦 搶醫生 就醫療資源 搶奶粉 對啊 搶奶粉 印象深刻 無獨有偶的 這個食用有出事之後啊 現在 小紅書上面的熱門文章是 去香港買油 又要去香港買油 搶香港人就呈現一個網路 香港人好無故 你們到底是什麼東西都來搶 搶完衛生紙搶奶粉 都被你們搶光了 我在這邊高調預估下一步 香港搶完就去搶澳洲 因為過去奶粉就是這樣子做的 好 那這個事情在我們有一個知名的前輩 叫做管仁健 他就說這個就叫做吃地勾有的命 抄中南海的心 生日本人的氣砸中國人的車 那故事過程就不講 因為蠻慘的 但最主要是什麼東西你知道 其實七年前在友台有一個節目 那當時還是青年團團長 反共愛國青年團團長蕭敬妍 蕭團長跟反共這個名嘴前輩 民主民運人士叫曹長青 他們兩個就吵架 蕭敬妍說我很多同學在中國發展很好 都很有知識 台灣追不上 七年前是什麼時候 2016政黨輪替 1718年韓國瑜當選那一年 韓國瑜當選的時候 國民黨還在講什麼 中國發展很快 路客都不來了 台灣人都財业蛋都吃不起 日月坦財业蛋賣不出去 那那個時候蕭團長就說 中國都在用大數據了 台灣還在吃滷肉飯 曹長青一個生氣 他講出一句話 引起兩岸的神經大動 他說 你們中國人還在用煤油炸油條 他說他們用煤油炸油條 這件事情在中國網路迅速瘋傳 如果當年兩岸的網路 像現在這麼發達 大概曹長青也會被制裁 可是這一次就洗白了曹長青 結果七年之後 真相大白 沒有真的拿來炸油條 曹長青洗白了你 當時中國的網友 還怎麼回嘴曹長青 有那個化學系的 沒有的化學式子 放在曹長青的臉上 說沒有的化學式跟食用油不同 怎麼可能用沒有 曹長青亂講沒有知識 中國混不下去去台灣 然後說我不講了 我要去用汽油蒜火鍋了 就是用一些真正的方式 結果事實證明曹長青講的沒有錯 你們以為是舌尖上的中國 原來是化學上的中國 對啊 好恐怖喔 好 另外這件事情跟我們比較有關 這個就是統戰了 這個統戰跟兩岸和平有關係啊 中國以前你常常聽宋楚瑜在講什麼 山青 山中 中產階級 中下階層 年輕人等等的 那具體你聽過這麼多言語之後 你從來沒有知道他們發生什麼事 結果在2018 2020的選舉的時候 他們又提出什麼 什麼對台讓利 對台什麼51項 31項 18項 一大堆項 到底具體是什麼項我也不知道 我要去哪裡報名登記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們知道的是什麼 的確就有對台統戰示範區在平潭 我們也知道他正在培養這些網紅 他在講中國好棒棒什麼 表哥 表姐 表弟 表妹什麼 中國人 韓國人 美國人 德國人 他們就在中國裡面做網路 哇 太棒了 中國 就每天在那邊用一個很口音 在那邊唱好 那現在中國鎖定台灣青年的統戰之旅 結果卻發生一件事情 經濟太差 就是說 好尷尬 那個概念是這樣 我很喜歡石崎姐 然後我想要追他 石一姐有沒有空來我家坐坐 一去 家圖四壁 那看起來 我家跟公園的涼亭沒有什麼涼樣 那你就會想說 你家到了嗎 這也是一樣的 你家連牆壁都沒有 連牆壁都沒有 幹嘛帶我來涼亭玩 幹嘛帶我來涼亭 公園都是你家嘛 嚇一跳還以為大安聲明公園都你家 結果不是 我家就住一個涼亭 後子板當棉被 現在中國有一樣的問題 他現在要帶台灣青年去 可是你的經濟不太OK 國安單位說 中國鎖定青年首來族 參訪夾帶黃色景點 原則上就是裡面會去一些什麼 統戰部 中國好棒棒 兩岸人民一家親的地方 但是他這次鎖定第一次來的 凡事都有第一次 因為年輕人放暑假 首來族還有一個 這個是的確我們當時有研究 就是說首來族還有一個可能 他平常不太出國 所以他第一次出去 什麼都新鮮 什麼都好 就跟這個叫初戀情節 我沒出過國 我第一次出去看了文化不一樣 就好棒 怎麼做到的 大大的 因為中國什麼東西都大大的 結果中國對台灣人的吸引力下滑 經濟學院雜誌表示 你的統戰部其實是在做白宮 幾個原因 第一個經濟放緩 第二個具有威脅性的法律環境 威脅性的就 常看九世曜科書 不知道的就複習 反台獨 反分裂 什麼間諜法 什麼噼哩啪啦法 所以我們去了 不太好說話 不能用社群媒體 錢轉不出來 各種限制 所以其實他就是不太OK的 最後接受中國招待的台灣年輕人 有一個叫王亨利 他說他對中國沒有特別歸屬館 他去日本 我也沒有變成日本人 所以統戰之旅作為體驗陌生文化 雖然是一種方式 但是效果依然有限 我去美國旅遊會不會變美國人 去日本也不會變日本人 什麼我去中國旅遊 你們統戰部就說我是中國人 這樣子我還敢來 最後這個就是經濟問題 你可以看到圖片上都是年輕人 這個叫做卸磨殺驢 意思就是說我的工作結束之後 我把工具全部都弄掉 能賣的賣 然後那個活著的動物就殺掉 這個腳兔屎走口噴 就是叫卸磨殺驢 這個是百度一個叫蘿蔔快跑的 類似我們的民間的轎車APP 但是他們該母企業做了一件事情 這個自動駕駛計程車平台 蘿蔔快跑在武漢投入了上千輛的 自動駕駛計程車才24小時運作 那因為這樣子所以就需要裁員 我有自動駕駛所以我就裁員 裁了蘿蔔快跑司機 那這些人憤慨的吶喊 被公司解庫無奈的心情 所以你說叫年輕人去 他們也缺工 因為他們年輕人失業率也高 他們也希望找一個工作 他們的底薪最富有的上海 底薪是兩千塊 那我要怎麼騰出空間來 來招待這些台灣人的年輕人 而虧待他們自己的年輕人 所以你真的去過 我其實也不反對大家去中國 我自己也是去過中國很多趟 很多在跟我辯論的什麼 國民黨民眾黨的那個小朋友 你根本自己都中國沒有去過 用幻想的中國很棒 我是去過的 然後我也吃過南北方菜 我也看過他們的環境 我回來之後只有一個感受 就是我們跟他們不一樣 講的話不一樣 排隊的方式不一樣 紅綠燈的習慣不一樣 領錢的方式不一樣 我們這邊是有問題才按喇叭 他們是有問題才放開來叭 所以整個交通環境也不一樣 那不一樣 我為什麼要跟他同一國 所以我不反對你們去交流 但是不要去了就變成他們的人 這個才是這個新聞最重要的 要提醒大家是 了解 非常感謝3Q